伦敦书展进入了第二天 各式各样的论坛以及新书发布仪式也亮相在本次书展上 而在今年香港出版及印刷业也首次以香港展团方式进行了参与 在本次的伦敦书展上也有不少的来自中国的交流论坛或新书发布及汉语教材推广仪式 国家汉版主任孔子学院总干事徐玲 也为面向国外的汉语教材做了形象的比喻 汉语像中餐馆一样 就是说你不能让它百分之百的北京味或者百分之百的四川味 百分之百的山东味 你可能要结合它当地的需要古老肉 比如说我们不喜欢吃外国人很喜欢吃 但是毕竟它还是中国菜 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华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 特别语言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有一个自我改造的问题 而根据中国动画片孔子所编制的汉语教材 孔子卡通读物也亮相本次伦敦书展 用动画的形式来宣传孔子 这是新的时期利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 利用动画这种世界语言 向全世界的汉语爱好者来推广中国文化 而今年香港出版即印刷业也首次以香港展团的方式参与了伦敦书展 为此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书长吴苏林也表示 对香港的出版业充满信心 这一方面的文化交流 也是大陆和香港加强联系沟通的重要方面 我对香港出版业充满信心 香港人口虽然不多 但是现在传媒也十分发达 我对他的前景看好 在本次伦敦书展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 部分展出的书籍将面向公众出售 方卫士曲子恒周星炎英国伦敦报道